手指打不开按不好 不一定是手型问题 很有可能是持琴知识不对 这个特别关键 很多人却不重视 有的人这个点没靠着身体 这里是空的 弹的时候摇摇晃晃 琴都没抱稳 还有这样放的 连瓶子都不算 这样手腕能反过来吗 能弹好吗 我看有些高手是这样 很自由很随意啊 你是他们吗 人家是为了拍视频摆酷 真正演奏录音的时候 怎么可能这样 民谣吉他正确的持琴知识 听好了 三点持琴法 第一个点 琴香下车 凹下去的部分 放在右大腿上 右腿最好放在左腿上 就是敲着二郎腿 也可以踩在脚踏上 总之就是右腿垫高 第二个点 琴香这个有幅度的部位 挨着前胸 这个点很关键 弹琴的时候 琴头这边要稍高 因为左手手腕要反过来按弦 太低 手腕反不过来 这个点就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是左前胸接触 琴头就向下倒了 如果是右前胸接触 琴头就向上了 一定要注意 很多错误的动作 就是这个点的接触位置不对 导致琴头过低 即使这个点不在右前胸 至少在中间位置 最好中间偏右 第三个点 右手走关节 搭在琴香最高处 手臂不要太说进去 也不要太突出来 保证手指在阴孔处 能轻松自然的弹奏 这才是标准的磁琴 抱稳 琴头稍高 琴都没抱好 怎么练